你看从一体 这一体就是讲自信 自信亲近圆明体 携手过手用这个名称意思很好 讲得很完整 自信 圆 圆是圆满 没有谦虚 亲近永远没有染物 它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 它怎么染物 染物不到啊 这心体 云是讲里面的德相 我们现在讲能量 信息 这个信息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无运 色寿相性识 明 明这个字是自信本具的薄弱智慧 这就说尽了 所以没有语言的时候 它存在 它没有痕迹 到一年不觉 一年不觉是极其威胁的波动现象 这个波动 确实是没有原因的 从这个业动 现象就出来了 其二用 这个二用 一个是震报 一个是异报 震报是宇宙 震报是自己 异报是宇宙 这微微极其威胁的两种现象出来了 这两种现象 都有三个特性 这个要知道 震报现象是自己 一报是我们生活环境 换句话说 所有一切现象 不论是精神还是物质 它三个特性 第一个 周边发解 念念度周边发解 念头 是阿赖耶的三西象 物质 是阿赖耶的境界象 都是波动 产生的 所以这个波动 它是周边发解 这才知道 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 第二个 出生无间 出生无间 那这就是讲到阿赖耶诗了 有温泌 有知识 第六诗 第七诗 它起作用 出生无间 就像万花筒一样 第三个现象 寒荣空有 就是我们常讲 心包太虚 两周杀戒 无论是物质现象 是精神现象 原本都是 便需恐暴发戒 所以我们的心量小 是错误 不能包容 这是绝大绝大错误 这是什么呢 所有一切烦恼 罪孽的根源 那我们要问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是因为你不知道 万物跟自己是一体 这叫迷惑 迷惑 所以你在这个境界上 无论是物质 还是精神 它起贪承之慢 这道理在实力